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来说却比黄元更沉重了 因为所面临的许多事都是他原来所不熟悉的 田夫君上任还没有几天 黑龙河农场事件又旧病复发了 那里的问题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农场职工们不满意又开始聚集闹市 这次闹市的方式和上次一样 许多人再次坐着汽车来到市委要求解决遗留问题 不过这次规模没有上次大 老人儿童没有来 孩子们的校舍已经腾出来 下学期上课没什么问题 规模虽然小了 但影响照样很大 省城又顿时为之哗然 市委大门前的小广场上 重新变得像闹市一般乱 田夫君紧急采取了措施 他先让办公室安排了这些人的吃饭和住宿 不能再把事情摆到大街上解决 通过和电视台与电影制片厂联系 把许多电影和电视录像片拿到了这些人住宿的地方 田夫君指示 要武打片 要情节曲折热闹的录像 一步接着一步放 这样闹市的农场职工总算先安顿了下来 市委同时召开紧急扩大会议 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田夫君先提了两点意见让大家讨论 一是农场退出一部分地给农民 二是农场出租土地给农民 他说这只是他的一些不成熟想法 让常委们和政府部门的同志充分发表看法 提出意见和方案 会议从天黑一直开到了天明 伴随会议是嘲嚷气愤的 是外面哗哗的大雨 雨已经不断陷地下了好几天 看来一年一度的雨季提前到来了 而且雨量异常的大 据说全省所有江河的洪水 都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 好在市区周围没有大河 这方面他们不必过分操心 只是市内某些街区的危房 恐怕难以招架如此凶猛的雨水 田夫君在会前就已宣布 等这个会议开完 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 立刻分头去市内各处 视察水灾情况 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 秘书进来 让田夫君接省委副书记 吴斌的电话 田夫君赶忙走出会议室 来到隔壁电话间 当他听完吴斌的电话后 话筒从手里滑落下来 当狼一声掉到了桌子上 他像死人一般 僵在了电话间 外面的雨 在哗哗地下着 下着 中亚高级发展 东移至西藏高原 到明日八十 五百毫巴强度为 五百九十三位十十米 西太平洋 本省及南方临省 为福河曹区 亚洲 乌拉尔山 贝加尔湖 至本省分别为曹区 我们不懂 这是气象工作者的术语 客观事实是 位于本省南部 一条大江上的 某地区所在城市 在近日来 环流形势干预下 天机开始酝酿 一场突降的灾变 本省南部 夏季经常受牺牲的 太平洋负热带高压影响 和康葬高压影响 地面则受黄河西部走廊 南方临省盆地热低压影响 冷暖空气相遇 而暴雨濒临 进入秋季时 封面活动更加繁密 常常形成连绵的阴雨天气 两条大山脉横跟该地区 组织台升气流运行 秋下必然形成暴雨区 随时都可能引出灾祸 几日前 大江上游的线份 已出现50毫米的降水量 紧接着 大江中游另一地区雨量 达到了日降85毫米 同时 由于中亚高级东移发展 在西藏高原迅速建立一强大高级 挤前冷平流加强 造成高原风声 同日下午 冷风净旅 经过该地区东部上空 暴雨倾盆而泄 并以迅猛之势 潜入该地区西部 范围之大 足数百公里 沿江最大日降雨量的线份 已高达140毫米 第二天中午 富冷风之旅 掠过城市上空 大雨如注四倾 袭击了这座人口 有十万之重的城市 锦衣城市的那条大江 是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 洪水流量 立刻突破每秒一万立方米 入夜 该城上游一百多公里处 江上最大的水电站 入库量 每秒一万六千立方米 出库量 每秒一万五千七百立方米 据水文部门预测 不久 该地区将断洪水流量 很快将达到 每秒两万立方米 而且 这绝非最高位数 接下来 只会增加 而不会减少 城市 处于一发千军的危急时刻 据该城历次洪水济世年表记载 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 发生在明万历十一年 江水涨溢 河水拥高成仗鱼 全程淹没 公属民房一空 溺毙者五千余人 按当时 河口磨牙克石记载的水位换算 实际水位近二百六十米 流量接近每秒三万四千立方米 想不到 整整四百年后 这座城市又面临相同的厄运 市委和地位机关的领导们 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 地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 组成了抗洪指挥部 紧急召开会议 但是 地区防训指挥部总指挥 行属专员高凤阁同志 却没有在场 高凤阁在省里参加完一个会后 回中部平原老家 为儿子操办婚事去了 本来近半月之中 防训工作正进入最关键时刻 而且高凤阁前几天 已经知道南部地区的江河 都已处于危险状态 但这位地区的行政首脑 还是带着秘书 坐着行属的马自达 回家去参加儿子的婚礼 在荡夜该地区领导们 向热锅上的蚂蚁 焦急不安的时候 高凤阁正喜气洋洋 在家乡所在县城的招待所 大宴宾棚棚 我们知道 在黄元时 高凤阁就梦想当专员 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如愿以偿 他何必不借儿子的婚礼 衣锦还乡 向父老们炫耀一番呢 在总指挥不在的情况下 地委书记立刻任命自己为总指挥 由他主持的会议 开始起草 紧急动员令 起草到第三条 他说 不写了 立刻到广播站 直接广播 他向该市市长口授了内容 让他赶快先去广播站 广播站马上开始播发市公安局 让市民紧急撤退的通知 地委书记随后赶到了播音室 利用这个空隙 起草了第一号命令 接着便由他直接在广播上 向市民宣读 此刻黑云压城大雨滂沱 加上车辆的噪音 压住了城内几个少得可怜的高音喇叭声 许多单位和家属院 根本就没有安装有限广播 大家没有听见这命令 有些人听到了 又以为是吓人话 不予理睬 再说许多人不愿撤退 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安乐窝 贪恋家里的那点盆盆罐罐 即使开始撤离的人群 行动也极其迟缓 江水一浪高过一浪 如猛兽般的血盆大口 吞没了成堤之盐 一场不可幸免的厄运 注定要临头了 暴风雨中 城市完全陷入了混乱 地位书记穿过败兵般逃生的人群 摸黑汤水 赶到了油电大楼 命令报员向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军区 发出紧急求援呼救电报 紧接着他又反身奔往广播站 此刻老城已经完全沦陷了 大水中到处传来呼喊救命的声音 地位书记沙哑的嗓子带着哭音 在广播上绝望地做最后的呼唤 逃命的人一边往高处撤退 一边心酸地抹着眼泪 亲爱的城市啊 眼看就要完了 凌晨四点钟 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 把省委书记乔伯年惊醒 这时候的电话 一定是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 他连衣服也没雇上披 跳下床抓起了话筒 电话是省防训总指挥 副省长万国帮打来的 他报告了南部那个城市 被水淹没的消息 乔伯年头嗡的响了一声 一阵炫韵 几乎使他摔倒在茶几上 他立刻让万国帮和省长汪昭义 直接去飞机场等他 乔伯年先拨通了省军区司令员的电话 让他马上准备一架直升机 在省民航机场等候起飞 然后他又用电话把常务副书记吴斌 从床上叫起来 让他准备一块紧急飞往南部 那个处于危难中的城市 吴斌一听 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赶紧起床穿衣 他老伴要给他弄点吃的 被他喝住了 家里一片纷乱 吵醒了隔壁的儿子 因为是星期六 吴仲平从工大回家来住宿 他听见 父母亲在这个时候起床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也赶紧穿衣起来 仲平很快从父亲那里 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他突然想起了 他在省报的好朋友高朗 高朗的父亲在市上任副市长 和他父亲交情很深 因此他和高朗 也自然十分要好 吴仲平想到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 这是一个重大新闻 他应该立刻去找高朗 使他能争取搭乘 省上领导的直升机 到现场采访 他知道 高朗对新闻事业 具有一种无谓的现身精神 这种采访对他来说 是千载难逢 出于友谊 吴仲平在父亲刚踏出门 就立刻冒着大雨 跑到省委家属院值班室那里 叫起一个他所熟悉的汽车司机 迅速驱车赶到了省报 他让车停在报社大门外 自己用百米速度 冲到报社单身宿舍楼上 拿拳头使劲雷高朗的门板 半天没人来开门 也不见屋里亮灯 吴仲平正在焦急之时 见旁边一个房间的门开了 走出一位披着衫子的女同志 仲平认出这是田小霞 他是高朗的朋友 他们三个曾在黑天鹅饭店 有过一次聚餐 高朗出差去了 你这时候找他有啥事 小霞问他 吴仲平丧气极了 他于是简短地 向田小霞说明了情况 不料田小霞马上说 我去 你带车了没有 带了 吴仲平说 他没想到 一个姑娘要去冒这种险 他并不知道 这个姑娘的冒险精神 闻名全报社 田小霞在说话之间 便冲进自己的房子 不到两分钟就穿好衣服 肩上挂了个黄书包走出来 抓起楼道的电话 给职业班的副总编打了招呼 就旋风一般 跟吴仲平下了楼梯 他一边气喘吁吁 往大门外跑 一边对吴仲平说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机会 勇敢的女记者 情绪异常激动 她们此时还不知道 双方都热恋着 同一个家庭的兄妹俩 把我集合下来 中文字幕图 感谢观看